澳洲近期大動作與美方簽訂 AUKOS核動力潛艇協議 使不少人好奇 若是中國向臺灣發起軍事行動 澳洲是否將加入美方抗中援臺的行列 也有部分人是懷疑澳洲軍援臺灣 是美澳達成核潛艇協議的潛艇條件之一 對此澳洲國防部長馬勒斯 19日受訪時回應 不過馬勒斯的否定答案或許還是不足以 減緩中方對這項核潛艇交易的不滿 三國聲稱將遵守最高核不擴散標準 純屬欺世盜明 實質上是脅迫國際原則能機構秘書處 做出保障監督後面安排 嚴重損害機構權威 中方對此堅決反對 雖然中方指控美英澳三國 在印太地區造成了核擴散的威脅 但眾所皆知的是 近年來中國在印太地區 以及台海的威脅日益加劇 這才使周邊國家不得不採取應對措施 以保衛領土免遇國防安全的潛在危機 我們在桑迪亞克斯的合約 證明我們在桑迪亞克斯的合約 代表是最大的投資 在澳洲的防守能力 在我們歷史上的歷史上 而就像美英澳在近期簽訂的 核潛艇條約對澳洲來說 也是升級國防軍事能力的一大步 韓語新聞是沛宣綜合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 環語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及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 請同市民提供